好大的龍蝦 謝謝大家 好大的龍蝦 是不是 好想吃醉的喔 那不是我認識的龍蝦 等一下我的腦袋沒有在運作 哇 在烤的過程 它居然還會動耶 太酷了吧 欸 怎麼這樣就跑出來耶 超愛擠果凍 這個就是我買下來的 小寶寶 我等一下把你吃掉了 SORRY 我剛剛算了一下 四家加起來總共是 嗨 我是Haven 我現在人在韓國釜山 而且這一集還會是我頻道 第一次萬元企劃 我要挑戰用一萬塊 吃爆韓國釜山的海鮮 那這一集我會去吃 四家釜山的在地海鮮料理 有龍蝦三隻 還有生煙醬蟹等等 我自己也沒有這樣奢華的享受過 真的超期待的 不過在我們出花商吃貨之前 我先隆重介紹一下 本集的行李相贊助 就是它 納莎登行李箱 你們知道嗎 我把它從台灣推到韓國來 真的是超驚豔的 因為它真的超級滾溜 很好推 它是360度的萬象輪 而且還非常的靜音 因為我走在路上的時候 都還會聽到別人的行李箱 有一點摳摳摳摳的聲音 但是我的真的是非常的安靜 難怪他們家的行李箱 在網路上會大受好評 那給大家簡單看一下它的外面 這邊有TSA的海關鎖 然後我覺得他們這個金屬拉電 也非常的有質感 這個是符合人體工學的彈性PU把手 那這邊是採用 金屬雙鋁管鋁合金拉桿 而且有兩段式的設計 可以滿足不同的身高需求 搖晃度也很低 那我今天帶的這一顆啊 是新無憂二代行李箱 26寸的米羅泰 先給大家看一下外觀內裡的部分 等我回到飯店再開箱給大家看 第一個地方我們來到海雲台旁邊的 步障馬車村 這邊就是有很多限流的海鮮 尤其是有龍蝦三吃 我們先去問價錢看看 目前看起來好像他們的 海鮮種類也都差不多 所以真的是看緣分耶 看一下吃哪一家 先問看看龍蝦 一個歐馬的喔 我們就跟他們吃個食物 是新用嗎 嗚嗚嗚嗚嗚嗚嗚 謝謝大家 好大的龍蝦 天啊 真的超大隻的耶 活跳跳的 好啦 我們就吃這個 啊 它夾到我的衣服了 欸 你很搞笑耶 然後它外面這裡的海鮮 真的有超多種耶 這個好大顆喔 這個是鮑魚咩 這個好像是叫海腸 我沒有吃過 原本看起來有一點可怕 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有這個東西耶 然後這個 它叫海鞘 我剛剛發現 我們這個全部的sats 裡面也有生章魚耶 也很像是一個料理秀耶 先吃我的開胃小菜 生章魚 這就跟我因爽當中那樣 我覺得它本身真的沒有什麼味道 它就是有綸綸的感覺 接著 現在阿姨開始 料理龍蝦了 所以要先幫牠分解 龍蝦超難的耶 牠們到底要撿哪裡 你要怎麼處理它 它們真的好專業喔 很刷新啦 阿姨直接餵我吃 我這麼嚇到了 這個口感是脆的 而且它甜甜的 它不是我認識的龍蝦 等一下我的腦袋 是不是在暈住了 我沒有辦法理解 這好酷喔 我覺得你們一定要來吃看看耶 你一定不會想說 龍蝦會是這種口感 跟這種味道 好吃 我接著來吃這個鮑魚看看 它好像也是生的耶 它好硬喔 但我自己沒有很喜歡這個生吃 因為原本鮑魚對我來講 應該就是軟軟嫩嫩的 可是它真的是有點硬 然後會慢慢一層一層一層的 咬下去的那種感覺 你們是不是想說 我到底在講什麼 你自己來吃看看就知道了啦 因為我真的沒有吃過 我也很難形容 我已經把我剛剛能想到的 我和我一家的形容方法都告訴你們了 我告訴你們了 一口母喔 一口母喔 一口母 一口母 就在剛剛那一瞬間 我經歷了人生最驚恐的時候了 這個是海腸 我真的吃了海腸 如果說這很好吃 這很好吃 其實它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啦 但就是一樣是那種很生的食物 然後脆脆的口感 這一盤超恐怖的 它一個是海腸 一個是海生 一個是海鞘 來 你們也來吃 看你們喜不喜歡 謝謝 哇 超大的 超豐盛的這一餐 海鮮控們 你們一定要來吃的了吧 現在已經滿滿一整桌 是不是超豐盛 而且其實看起來還有在配色欸 有點漂亮欸 我現在吃這個就是原味了 剛剛阿姨有沾這個 然後餵我吃 她說這裡就是天然的醬料 其實我當下看到真的還是有一點害怕 我今天坐在這裡真的是一個新世界 但是吃下去發現 欸 沒有奇怪的味道欸 真的滿好吃的 你看 我都願意再繼續吃了 也沒有騙你們 這個熬超大欸 這是我剛剛抓著的那一隻 抱歉了 因為剛剛外面雨實在太大了 所以我回來房間再跟大家做心得的分享 我們先來看看剛剛吃了多少錢 可以刷台灣的卡喔 這點還滿好的 我收到的簡訊是說 三千六百九十一元 讓我們繼續把它吃下去 好 我們現在來看行李箱的內部 先把它打開 它的拉鏈真的是超爆好啦 它是一個雙U型的多功能收納內裡 先開這一邊給大家看 這裡面有一個金屬插扣 非常的有質感 然後另外一邊這裡還有多功能的巢狀收納 它下面是看得到 上面看不到 這個裡面居然還有一個隱藏式的防水內袋欸 一些不能碰到水的東西或是很重要的東西 你就可以藏在這裡面 我覺得他們家的行李箱是兼具實用性跟美觀 真的很不錯 然後有三種尺寸 有22 26跟29 而且這三種還可以疊在一起做巢狀收納 覺得是很方便 現在大家都在出國玩 有好的行李箱 可以讓旅程輕鬆非常多 對了 這一集還有禮物要送給大家 一定要把影片看完喔 現在第二家我來到海雲台的傳統市場 我就是要來找這條路 因為這裡是烤茫南一條街 走吧 我們去吃看看這到底是啥啊 看一下 像他們門口 就都會放這種水族箱 裡面裝的就都是茫茫的 據說這個是在日本 韓國這些國家 才會有的特殊料理 好可怕喔 不會 不會可怕 沒事 我現在找到這一間藍色的 因為我看波羅克他們有來吃這家而已 因為不知道選哪一家 我就吃別人吃過的 哇 現在他從來直接抓了 他還活跳跳的 好可惜耶 他看起來是富含膠脂的食物 現在老闆會直接在店門口這裡處理忙忙的 哇 他們的過程真的是 其實我家看起來有一點小殘忍 他們的手法都超熟練的 一下子就幫他們去好內臟跟他們的皮 他去好內臟跟皮還會動耶 他真的會固固耶 光是現在在處理的話就感覺得出來 老闆現在處理完他要拿去烤 哇 在烤的過程他居然很會動耶 太酷了吧 據說芒滿啊 他是非常原始的深海生物 勢力推翻到幾乎沒有 看不到所以大家就會叫他芒滿 我要來吃下我人生當中的第一口烤芒滿 它的口感超級彈的耶 它是很有韌性需要一直咬的那種 而且我發現它都會有一條東西跑出來 不知道是什麼 可能因為我的內心深處還是有一點點抗拒的 所以我好像沒辦法說出好吃 可是不恐怖啦 這就是實話 不恐怖 我覺得可以吃看看 我覺得有可以來吃 因為畢竟真的吃不到耶 它旁邊還有一些小菜 就可以包著泡菜或是包著蔬菜一起吃這樣 我覺得你們第一次挑戰的話 可以先包著吃耶 因為這樣就多不會可怕的感覺了 又會有那個泡菜的味道在裡面 會增加一點軸心感 然後我們這個兩人份是韓幣五萬塊 但我剛吃久了發現 咬酒那個味道好像會累積 不知道算是苦味還是苦味 就是真的是一個很陌生的感覺 然後因為我今天點的是鹽烤 我會覺得 任你們敢吃辣的人 可以一開始就點調味的 接受度應該會更高一點點 因為它會有一點味道被蓋掉 接下來我來到金蓮山地鐵站附近的一家店 今天要來吃這個醬蟹 我們先進去 我現在進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蔡宜丹 它這裡最特別就是它有吃到飽 吃到飽的話 大人是兩萬七千九百韓元 然後有限時間是八十分鐘 可是因為我沒有那麼喜歡吃生的 所以我就想說我就點定食類 那定食其實有分很多種 像是有三隻的或是兩隻的 然後我今天應該會點這個是有那個蟹膏的 如果你是外國人的話 他們其實會給你一份英文菜單 所以這點也不用擔心 韓國有一些店呢 是會有另外的飯可以自己去裝 還可以自己煎蛋 超酷的 這邊它都有準備好 就是有飯跟小菜還有蛋 我覺得自己煎蛋這點蠻特別 我喜歡吃半熟蛋 完成 漂亮的蛋 上菜了 天啊 我們先來吃這個醬油的 這好像會這樣子擠 哇哇哇 真的這樣就跑出來了耶 超像在擠果凍喔 我先直接咬一口看看好了 這好像好特別 它真的就非常的軟嫩 會讓你覺得 這個是螃蟹嗎的那種 他們好像也都會用海苔包著吃 就是要有一點點的飯 然後把肉擠一點點上去 再放一點你喜歡的配菜 這應該是泡菜吧 這樣就會是一口美味的蟹 蟹頭 好辣喔 就是把味道變得非常的豐富有趣 這個泡菜好辣 它這個菜裡面就是有醬油的跟這個調味 可是調味的應該就是辣 吃到後面會有讓它的感覺上來 可是這好像不能選的那個菜裡面就是這樣 那還有另外一種吃法 就是把飯放到這個螃蟹上面 它就會吸它上面的膏 還滿特別的 因為其實在韓國的醬蟹它算是白飯小偷 就是吃它可以配很多很多的白飯 差點忘記我們還有蝦子耶 是不是因為它是生的 所以殼其實不太好剝啊 沒有人抓不太到那個殼在哪裡 箱子的口感更扎實一點點 我剛剛有煎了蛋 現在來把它放上來 看看我煎得怎麼樣喔 我的功力超好耶 自己講 這換下去一定超好吃的 太好吃了 我剛剛又去看了蜘蛛吧的區域 他們這裡的飯是沒有無限的 就只有蛋 然後旁邊還有小菜 還有辣炒年糕跟湯 這個湯超誇張 裡面是滿滿的蟹餃耶 超有誠意的 海鮮控一定會愛這裡 我覺得它比我想像中的好吃超級多 甚至是我覺得目前羊我最喜歡的 你們一定要來吃看看 而且我原本以為會很鹹很新 其實都不會 推推 今天吃的是 43800韓葉 然後開始刷海外的卡 老闆要訂閱我 在可愛玩他看得懂嗎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沒辦法打出我試 所以 沒辦法找到我的頻道 啊 我試試看Haven啦啦Paul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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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LalaPaul 謝謝 海鮮之旅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Zaga奇市場 這裡是釜山規模最大的市場 供應了全韓國三成到四成的海鮮來源 走吧 我们先进去逛一逛 看我们要吃什么 我们进来看看 真的是超多海鲜的 天啊 我跟你讲我最害怕这一种 全部虎视眈眈看着我 然后我就不知道要选哪一家 其实里面整理得还蛮干净的 很明亮 take a picture Re...Re...Really? 咦 还有一个蚤蚤 它不会夹我吗 Oh my god 它直接这样子让我拿 超大的啊 还有可以插手的太贴心了吧 Thank you 这也不错 欸 它的脚戳到我了 我吓到 帝王线应该很贵 帮我问看看这个好不好 wow 好大 45万 这样是4万5千 哦 哈哈 它还会一点点简单的中文 这个就是我买下来的 小宝宝 我就要把你吃掉了 Sorry 这边是分开的 一楼就是买好你要吃的海鲜之后 在这里先结账海鲜的费用 上去二楼会另外是料理区域 料理的费用在二楼结账 超乎很简单的便宜耶 75万韩元刷卡通知是1752耶 我觉得算蛮便宜的吧 开动 它们全部都上棋了 我要先吃这个我的蟹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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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新鲜的海鲜耶 它们其实也有帮忙捡过啦 所以算是处理好的 它们其实也有帮忙捡过啦 你看这个肉超饱满的耶 而且这个爱吃海鲜的人 真的要带它们来这里 而且可以选择的种子超多 你看它这个也有留着 就是你们敢吃的话也都可以吃 然后这里有它们的蟹膏 也可以沾着一起吃 那我来吃看看这个漂亮蝦蝦 我觉得如果你们敢吃生的 也喜欢吃生的话 它就有那种甜甜的味道在了 它这几个贝类是刚刚老板送的 刚才叫了一只花枝是做生鱼店 它切成这样很特别耶 我觉得它跟那个生章鱼 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耶 可是它的肉比生章鱼好咬一点点 我要来把这个螃蟹 我来吃完那是螃蟹我觉得最好吃 我们在二楼的话 费是一万五千韩元 那就是人头费五千两个人 再加上基本的料理费五千块 这一集四加福山海 现在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刚刚算了一下 四加加起来总共是台币七千七百一十二元 万元挑战企划失败 不过没关系啦 重点是好吃好玩就好了 希望这一集可以帮助到大家 让你们之后带长辈啊 男朋友或是老公来航股玩的时候 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那影片的最后 当然要感谢赞助品牌 那我就要带行李箱 我这是带出来的是宿舍款 他们有很多的印花款 大家可以到彩域生活馆的官网上面去查询 那最后就是大家喜欢的抽奖时间 奖品是22寸的急身壶滤行李箱一个 抽奖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看完这支影片在下方留言 任何你想说的话都可以 再给影片一个赞 那就OK咯 那详细的抽奖资讯和日行 我都会放在置顶留言 大家要再去确认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看完要记得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也要追踪我的IG咯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